两兄弟一人把风 一人蹲得下来 拿出预藏的工具 想要行窃 香油钱还没偷到 就有香客走了进来 他们吓了一大跳 双手合十 假装拜拜 赶紧逃离 隔不到两分钟 他们又进来了 这一次勾啊勾的 果然偷到了100元 想离开 却被庙方的志工发现了 志工边报警边制止 他们急着要把这 好不容易偷来的钱 还回功德乡内 警方还是及时赶到逮人 怕被袋情急之下 他们把犯案用的铁丝 藏在水沟里 这下子还是得乖乖叫出来 46岁的哥哥无业 44岁的弟弟打杂工 他们在13号晚间7点多 闯入台南市中西区的 国定古迹大田后宫行窃 看好这全台第一座 关键妈祖庙香火鼎盛 以为可以大油斩获 没想到香客进出频繁 加上刑窃手法笨拙 连偷两次 只偷到100元 两人情急下 将索窃香油前 投入功德乡内 且欲逃离现场 代言马上为货报道场之 民权派所远景南下 到大庙刑窃想偷多一点 没想到香客多不易下手 还被逮个正着 一切到最松半 TVBS新闻顾首昌 谈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